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民主党的频道 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最近收到一些街坊朋友的查询 就是关于透过八达通罗消费券的一些问题 但在我们开始之前 也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要按一下小铃铛 我们在将来有一些新片出的时间 大家都会收到我们的通知 我们除了一些讲解政策之外 每一天也会有一些新闻的短评 希望大家也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频道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记得做多些留言分享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频道 我们正式开始今天要讲的题目 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最近收到很多街坊查询 因为财爷说了他会派消费券 他派那五千元消费券 当然第一件事大家都说 本来去年还有一万元 今年只剩五千元 即是这样缩水其实也有一些不开心的 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继续争取 政府是再派多些 要加码 现在未有这个结果之前 我们有五千元的时间 有些人都会问 我们有些情况下 会不会拿不到五千元的消费券呢 今天跟大家解答一下 主要我们收到的查询 其实就是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就是 例如他换了一张八辣通卡 他之前用开那张八辣通卡 现在已经没有再用了 那怎么办呢 出现这个情况 其实可能也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八辣通卡可能会不见了 第二个情况其实比较普遍一点 就是因为可能一些长者 他们都够年龄了 所以就换了用落油卡 旧那张卡就取消了 去当给八辣通公司 地铁公司了 中间就会出了一些问题 就是旧那张八辣通卡 就已经不再用了 那究竟怎么办呢 以往的经验 我们看到 去年的话 其实政府是容许 大家换了八辣通号 当然要去换了八辣通号 就要一些手组 包括可能你要上网 去做一个登记 你要提供你一个 之前收到 在手机里收到的一个参考编号 然后在网站上 其实都很快就可以改变到 去收取这个 消费券的八辣通号码 但是今年那个情况 是不是都是一样呢 我们估计 应该都接近的 因为其实他的系统 已经做了在 无端端 就不应该有什么会改变 但是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其实有一些同事已经 去信财政司司长的办公室 去查询 究竟实际上的安排会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当然 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之后的一些公布 但是大家在这个时候 就记得 不要无端端去删除了手机里面的短讯 或者你要换手机之前 你记得 找个新的手机 去拍下短讯 或者是 截图 截回短讯 出来 因为短讯提供的 参考编号 其实都是在 你去换八辣通卡的 号码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是 没有了那个号码 其实就未必做到的 所以 无论如何 你如果真的已经换了八辣通 而那张八辣通卡 是已经不在 的话 大家记得 是要找回一个短讯出来 如果你说旧那张八辣通卡 你还在 纯粹你换了一张 落油卡 其实 一个简单的方法 其实就是两张一起用 是不是 落油卡 就只是拿来搭车 然后那个八辣通 就拿来 做消费券 去做 继续去用 消费券 那就免缺了好多的麻烦 因为其实五千元 消费券 都很快洗掉 是不是 虽然他五千元 还要分两期给大家 但是他都说 第一期就是四月给你 第二期就 可能年终 我估计六七月 都会给大家 所以 其实都是 继续用那张八辣通卡 用多两三个月 用完消费券 你才到时候 当回它 才去取消它 其实都未必是一件很坏的事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 如果你没有了一张八辣通卡 或者你之前 用开八辣通 现在 转了一张路由卡的时候 的一个安排 我们有新的消息 我们如果问到政府 他有一个回应的时间 我们都会立即 是通知大家 第二样东西 就是关于那个 消费券上年 如果大家记得 因为上年 如果政府 政府说 因为有些人 就移了慢 所以他就 不会发消费券 给他了 就搞到很多人 当时候 明明在香港生活 他一直都没有移过民 但是又被人 注销了 他那个消费券的申请 这里有一帮朋友 其实他们都在说 其实上年 虽然他是被人注销了 但是他是因为 纯粹因为疫情期间 他就没有特别 回来香港 那样 但是他其实是香港 居民来的 他是想着香港定居的 但是因为疫情期间 实在太多防疫措施 他不想回来 很麻烦的 所以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上年有些人 是被人取消了 那个 消费券的 资格 但是 今年 他究竟 得不得回 5000元 这个问题 我们 暂时 都仍然 未有一些消息 政府是没有 关于这一部分的消息 去公布过的 但是 我们 就是按着一个 正常的政策 逻输去推论的话 如果你上年 那个的消费券 被人注销了 相信在第一期的消费券 即是4月派发的3000元里面 你就未必可以得到的了 但是 去到 之后 第二期发放 的时间 或者 你是一些新申请的时间 那我相信 大家可以重新 在第二期 去派发的时间 是重新申请 取回那5000元 所以 那5000元 如果你是香港居民 你是永久居民的话 其实就 不会走了你的 但是 可能就未必 在第一期里面 就是拿到 原本就是 第一期3000元的消费券 但是 怎样都好 你都可以拿足 那5000元 大家在这一部分 是不需要担心 但是你说 如果政府是不是 有些其他的安排 他可能 原来是 第一次 那个消费券 那个 他都可能 已经是 成为记录的一部分 会不会是这样 我觉得 那个机会 可能会小一点 我们都会 一次过 是问了政府 相关的 一些查询 我们会查询 然后 去解答大家 那今天 关于消费券 白达通 拿消费券的这两个问题 就在这里简单 和大家做一些 初步的解答 我们知道 这个不是一个 最后的答案 因为 最后的答案 当然我们是要等政府 有一个最新的公布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想 有一些 初步 我们对于政策上的 逻辑上的分析 大概将来 可能会是 怎样安排 我想这里 也是一个 参考的基础 来的 今天的解答 暂时到这里 再提到大家一次 记得 要订阅 我们的频道 记得 按下个小铃 记得 评论 记得 分享 我们希望大家 可以支持 我们的 短片 今天 说到这里 下次再和大家聊 再见